可以幫我買一包嗎? 不好意思可以幫我買一包嗎? 不好意思可以幫我買一包嗎? 大家好我是小佳aka社會實驗型YouTuber 平常我們在路上或車站外面 都會看到那種推著輪椅 然後賣口香糖或衛生紙一包一百塊的那種身上者 而且傳聞中他們都是有集團或黑道在控制 既然是黑道在控制那想必應該蠻好賺的嘛 所以我今天就要去實測 看看當一天的街賣者可以賺多少錢 如果真的是有黑道在控制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賣沒多久就會有人來關照了吧 希望我是不會被揍啦 那我們現在就去路上實測看看吧 Go! 那這次實測分為兩個階段 因為很多人遇到街賣者去推銷都會覺得反感 所以第一階段我就試看看 如果我坐在那邊都不去推銷的話 會不會有人自己過來跟我買 那我們先去換裝吧 那我們變裝完畢啦 那我們現在去實測吧 我剛才已經在這邊坐了兩個小時了 半個人都沒跟我買 我覺得這樣不行 所以我打算主動向他們推銷 看這樣業績會不會好一點 那我們繼續吧 可以幫我買一包嗎 不好意思可以幫我買一包嗎 不好意思可以幫我買一包嗎 可以幫我買一包嗎 好 謝謝 需要什麼 好 我就看一下 好 火部是不是 這個是汽車用的 這個 應該都可以吧 我沒有錢找欸 對啊 你在這邊會多久 我今天都在 我都在這裡啊 那我去買便當回來再給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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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這一整天下來 總共只賺了五百塊 然後我會把這些所得 捐給一個協會 那我順便帶你們去那邊看看吧 GO 那我們來到新巨人協會啦 那這是一個提供接賣者住宿 並且輔導他們賺取生活費的一個協會 剛好黎市長也在 那我們就去訪問他一下吧 GO 我們回來了 好 新巨人 這邊 這邊 這是我那個 今天的收入 哇這麼好 呵呵呵 我今天賣了五包而已 幫我們進帳啊 對啊 好 那我們就來訪問一下 陳安中的陳理事長 對 那我想問理事長就是 新巨人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協會 新巨人其實它是一個 跨帳別的一個服務協會 那當初怎麼會想要創辦這個協會 在十六七年前那時候生意失敗嘛 不過後來我也是走投屋 最後成為一個街友 那為了生活 不得已投入現在這份工作 會成立協會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當時的一些障礙者接觸 居住的環境 非常的惡劣 因為這些不方便 所以他們的種種衛生品質 會跟著差 所以我們從這邊去做一些改造 然後讓我們的幫忙 就是讓他們能夠整體商 能夠更乾淨 讓社會大眾更能夠精神 那創辦的期間 開始到現在有沒有遇到一些 困難或是意外 其實最大的困難點 還是在於說社會大眾 對於接賣健康 之前有大編文在報導說 有一些障礙者 其實他們是被黑道集團所控制 比如像早期也沒有付康巴士 也沒有這些 比如像捷運也沒有 所以我們必須要採用接衷的方式 幫夥伴們送到定點 去讓他們工作 那很自然會讓社會大眾認為說 就是這樣子 因為一台麵包車載了這麼多的人 那你不是集團那是什麼 在政府公社這一塊 做得不是很到位 你因為無障礙設施沒有做好 所以我們上去 上了人行道之後 到那一側是下不來的 他們從南星橋要回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只有樓梯可以走 如果是輪椅的話 只能走汽機車道 沒錯 其實可能政府還是要再努力一點 那特別是在雙北 都已經是首都人 都還沒有做到這麼到位 那更不要說其他的現實 而且真的在汽機車道出意外 也是造則在你們身上 對對對 那現在協會大概有多少個夥伴 在一起做接賣者的工作 30個夥伴左右在做接賣的工作 他們一個月收入當然 收入其實是沒有辦法 很穩定的來做計算 你像這個禮拜 他的天氣有三天都是下雨 所以好天氣工作時間他們就會拉長 那下雨的天氣我才有辦法 就是說不用出去工作還有辦事 但是努力的人說實在 要賺到六七千絕對不會有問題 但是一定要很認真很認真 林大哥當初是什麼機緣下 會加入這個行業 因為小朋友走路啊 那加入之前是有做什麼工作嗎 做省力工 因為我早上有去體驗嘛 還是很多路人會用那種 比較異樣的眼光套路 對啊 那你一開始是怎麼去調適那個心情 慢慢適應啊 慢慢適應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對你來說快樂是什麼 就有人幫我買啊 還有那些東西啊 喔 有人幫你買衛生紙 覺得很簡單對不對 對啊 大哥怎麼生意 三國語 你講台語嗎還是講國語 我都可以 我也可以 我都可以喔 我講台語齁 好 當初有什麼機緣的家裡這個 怎麼會 就假設說 朋友家裡 那你現在 你現在 你生活中有什麼 煩惱嗎 還是有什麼快樂的事情 會說一天 我一天 算一天 我一天算一天 我會說好像鼻關 呵呵呵 呵呵 啊不然啦 啊不然 名位很多啊 我沒人讓你 四個月啊 沒有啦 對你來說快樂是什麼 快樂就是 一天過一天 不要說有辛苦 八天嗎 沒有病痛 啊一天 過一天 過一天 就是 就是我們的 年輕的快樂 年輕的快樂 其實我會決定拍這部影片 是因為前陣子 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幾年前的新聞 才知道原來接賣者 是有個協會在福島那些 生臟者們賺取生活費 並且提供他們住宿的地方 有些就算看起來 不像生臟者 甚至看起來還蠻年輕的 但其實他們身體上 都有一些疾病 或者是 不方便的地方 在那之前 我也都跟大家一樣 以為是有集團 或者是黑道在背後控制他們 所以在路上遇到他們推銷 可能也都不太會幫他們買 讓我再知道事實的當下 感覺就像吃了慘悔棒棒糖一樣 所以我才決定拍這個企劃 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 像我昨天後來主動去詢問路人 可不可以幫我買的時候 真的是蠻多人 連正眼都不願意轉過來看我一眼 那我昨天從早上到下午 只賣了五包 雖然一包一百 感覺好像賺蠻多的 但其實他們還要跟協會對分 因為協會還要去負擔商品的成本 跟接賣者們住宿的房租跟水店 而且基於安全考量 通常他們下雨天也無法出去工作 所以一整個月下來 可能真的只能賺那一點點的生活費而已 我昨天還刻意問阿伯他們 對他們來說什麼是快樂 我本來以為他會回答可能有一筆錢 或者是不用再愁吃穿之類的 但原來對他們來說 只要有人願意幫他們買一包 甚至是平安的多活一天 他們就滿足了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當你覺得工作不順利 或者是生活有困難的時候 不要再想不開了 想想這社會上 有人身體已經這麼不方便了 卻還要推著輪椅 然後風吹日曬的 只為了掙一口飯吃而已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到現在才知道誤會他們的話 希望你看完這部影片 可以分享給身邊更多人知道